主持人 內心 那這場對戰呢,是我臨時起義錄影的 因為我發現到這場很有趣 是我們用四隻坦克配一個平衡型的那個 瑪麗露莉 這一場隊友真的是隨機 然後我一進去的時候 另外兩個隊友已經選好了 熊木妖跟年美龍 然後我一定會用拉布拉斯 那最後一個他就選擇水劍龜 然後只有一個瑪莉露莉 然後對面是 對面的陣容是四攻一防 我們是四防一平衡 這個太鬧了 我想說如果輸了就輸了 然後把他錄起來 真的是蠻有趣的 那我這次是選擇走上路 那我上路是跟傑尼龜一起 他是非常需要去 那個叫什麼的 傑尼龜他是非常需要 那個前期先發展起來 不然前面會 很容易被對方给打掉 那我也不知道 他們上路的隊伍是誰 現在就只能 保持一個平常心 因為我們這個隊伍真的蠻鬧的 哇這個是 足奇高強是不是 我一直不知道 不知道那個傑尼龜 他為什麼後來會選擇傑尼龜 因為我那時候先趕快按錄 沒有仔細看他為什麼會選傑尼龜這件事情 應該說水劍龜 那他們上路的配合是炎墊 巨蟹跟 那個 古月鳥 那古月鳥的攻擊 遠程攻擊是蠻遠的 對我們來講有點危險 哇那他們 中路的那個 炎兔爾已經 已經攻上來了 完了完了 我們的傑尼龜已經被打掉了 我也快不行了 我也快不行了 完蛋了 真的不行我覺得前期這樣子有點危險 因為他們畢竟都是攻擊型 那如果他們是一群一起過來的話 那真的是防不過 那個 血真的掉蠻快的 完了我覺得我們這局有點逆風開場 真的撐不住 因為他們的炎墊巨蟹保護他 就是 在前面 把我們妨礙住 後面的他們其實都是遠程攻擊的 所以根本防不住欸 我發現對 他們四個攻擊型 全部都是遠程攻擊 這樣真的有點危險 我們防不住 因為我們的上塔的一塔已經 已經快被摘掉了 然後 我一直打不到虎月鳥 因為他遠距離 然後 加上他們好像有逃脫暗箭 所以非常危險 就是 根本就是一直被 壓著打 我們等於是沙包 被對方給攻擊的概念 那我們下路的 瑪莉露莉跟年美龍 年美露龍 他們真的是 很在hold著 然後上路這三個 真的是 死命的追打欸 哇 我真的成長不起來 因為我想 我想放著 可是又放不起來 就 放不下 上路的一塔 你知道嗎 我現在只能 隨時去按我們的那個 我的一起戰鬥 就是希望隊友全部集中 我們一起 全部統一走一條線 去壓線 因為既然打不過他們的話 真的只能用這一招 加上因為我們全部都防禦型 真的只能走一起了 喔 隊友來的時候 我們的攻擊 疊加在一起 真的也是蠻痛的 血後又痛 我們現在唯一能 就是 輸出的真的只有瑪莉露莉 那我們知道這一場 有我們的雙坦 星神 配上我們的 舊時代的熊木妖 他也是這個賽季的 坦神 喔 所以 蠻可怕的 那傑尼龜的話 他進化成水劍龜 他比較像是控場型 或者是 偏戰士型的坦克 那我們現在是也摘不掉那個 我現在也來不及去吃了 對耶 欸有有有 因為我只有三顆球 所以還好 算了 我陪 我現在在這邊陪熊木鴨 熊木鴨 熊木鴨去打 這隻炎墊菊鴨 但他們的那個 虎月鳥又來了 真的很煩 虎月鳥真的很煩 在我還沒有泡沫關線之前 真的很難把他們給 卡在那裡 讓我們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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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怕了啦 這個 但對方應該也覺得我們蠻可怕的 全部都有坦克 這群人 覺得這群人在幹嘛 欸我們真的是不認識 隨機配對到 但是我們竟然還把 上下塔也摘掉囉 這也蠻 蠻厲害的 我只能說 瑪莉露莉真的很給力 真的對不起他 他一開始 他一定會想著 這四個人到底在 白目什麼啊 選什麼坦克 所以我們要努力一點 但我覺得炎電狙蟹 其實還是很厲害 但是一直被人家給遺忘 因為炎電狙蟹 他屬於控場型的防禦型 他不在於輸出的能力 他在控場 你會玩的真的很可怕 我現在得要 想辦法先上去 把我的大招給用出來 那有的話 我們就趕快下去幫忙 完了下塔也被塞掉 我先來撞他們一次 OK 殺掉一個 但我的隊友都不見了 只剩我一個 我Hold不住 我Hold不住 啊 真的Hold不住 因為隊友都 閃去旁邊了 我現在只有四輔殺而已 完全沒有殺到一個人 我們就只有輔助幫忙 輔助 是有傷到別人 但是沒有把對方給打死 因為他們跑很遠 又是加上他們 又是遠程攻擊的 我們這種防禦型的遠程攻擊 其實對他們來講 算是近距離攻擊 一點都不遠 你知道嗎 就是 很不公平啊 為什麼不能像他們這麼遠 我們也是防禦型啊 哼 我們是防禦型 沒錯我們就要往前 可是那個 遠距離也太 太短了 那個短 那個是短層吧 好我們現在要來吃 那個電柱 但是他們都攻過來了 加上炎電巨蟹真的很吃我 他一直盯著我 哇我們這邊直接被打掉 然後電柱被他們給搶走了 沒關係沒關係 沒關係 其實穩 穩住就好 穩住就好 不要怕 穩住就好 真的 好可怕喔 他們這一群人真的好可怕 就是一群 就四個攻擊 然後四個 四個防禦 你知道嗎 如果我們這十個人 成為一個隊伍的話 也算是蠻平成的 我們現在年美龍在下面守塔 我覺得他的決定是對的 因為 不知道下面的那個 會不會有 所以他在下面守塔是對的 順便去吃中間的七星七鳥 去提升功 那個成長的狀態 那這裡炎電巨蟹真的很會跑 欸 他這個炎電巨蟹也是蠻 我覺得他蠻厲害的 那現在又是我跟水劍龜合在一起 我們又回到了上日原本組合 他真的好會跑 那炎電巨蟹真的太會跑了 好可怕 然後現在時間來到了 2分23秒了 但是我為了救年美龍 結果 我整個就卡在這裡 至少帶走一個 完了完了 我要死了 完了 炎電機卻從下面追 完蛋了 逃不了了 完蛋了 完蛋了 真的這場有點危險 有點危險 有點危險了 但是我覺得輸的話 我覺得是 情有可原 因為 我們真的很缺輸出 然後他們 完了來不及了 那個鹽兔爾已經跑去下路了 完了 啊 摘掉了 大家都在奔跑過去啊 但是 來不及 我們現在 唯一能奠記的就是看了不能吃到 烈空座 好可怕啊 這一場真的是 沒有輸出全部防禦打 打烈空座有點害怕 我先下去看那個 他們有沒有人 放一下泡沫光線 他們 然後 然後熊木妖要去上面守 可以可以可以 完了完了 他們進來了 YA 瑪莉露莉 給力 這場真的要感謝瑪莉露莉 你知道嗎 那我先放大招 然後 衝過去 丟塔 完了我的 分數不夠 欸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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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守著瑪莉露莉過去 來幫忙 隊友 我那個 OK 完了這邊 這邊 完了他們 輸出都過來了 我要不要跑啊 可是 莉莉露還在那裡 我把他控到了一隻 哇 不行 他回血了 回血了 完蛋了 完蛋了 誰來救我 哇 瑪莉露 莉莉露 喔 他們 啊 瑪莉露 那莉莉露已經 去了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 我們有投到很多分 我覺得可以 尤其是因為有投到塔 啊我們就是防禦型 所以那個 那個護盾的效果 很厚 所以瑪莉露莉的護盾還在 他也太厲害了吧 是因為 是因為攻擊都在我身上的原因吧 不行 我得要先討一下 不行 瑪莉露莉 算了 我接不到他 好 沒關係 剩6秒了 隨便了啦 隨便了 隨便了 反正我們贏了 誒我沒 我沒 我沒 誒我 撐好久哦 太可怕了 這場真的太可怕了吧 這次真的很鬧 我們還贏 我覺得這真的很鬧 還好我又錄起來 太誇張了 我覺得太誇張了啦 來看一下 對戰數據 哇 我們平均都有到 蠻高 然後我的輸出到 5萬 阿瑪莉露莉 真的就是 他還是在 他最 就是 基本該要的輸出量 我覺得很厲害 重點是我的 扛傷 竟然達到了 10萬 哇 太可怕了 而且瑪莉露莉 有 8萬的 他的 他的扛傷也很多 誒 真的是 哇 總算上到1400了 這個賽季 我就是決定要上到1400 就停下來 但是我 我又是到了 賽末 才上到了 1400 就要下個 賽末 賽季啦 我可以 拼看看能不能到1500 1600就算了 看能不能到1500 太緊張了 這一場 好啦 影片就在這裡說 掰掰囉 掰掰